终于到了今天 我的YouTube频道终于一万订阅了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我 我变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胖子 大家都想要跟我拿签名 所以我今天 决定要拍下这支影片 要告诉我的观众朋友们 我想要嫁给你们 你们愿意 娶我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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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终于到今天了 谢谢大家 先给我自己一个赞 我的频道终于播 一万个订阅了 刚刚你们前面看的影片 主要就是因为 太开心了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我 所以我就决定在一万订阅的时候 要拍一个这么感觉很厉害 要嫁给观众的影片 这个影片呢就是一个叫 永亮的摄影师呢帮我拍的 他拍到很辛苦 来永亮就在这里 所以呢你们有什么东西要拍呢 可以去找他拍哦 不管你怎样的话 他都会把你拍到很漂亮 很完美 很完美 我今天呢决定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回答我的 一万个订阅的Q&A 我每次看到其他YouTuber走 我就觉得很闲人 终于 今天我终于可以做了 我决定一万我也做一个 一万一千我也做一个 一万两千我也做一个 然后呢我做的Q&A呢 是在我的 Instagram的sorry上面问的啦 所以呢如果你们还没有 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OK不然我有问问题你们都不懂 所以呢我就开始回答问题啦 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很废 第一个 体重多少 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我的体重 78公斤啊 78公斤啊 完美 身材比例是正确的 跟林志玲一模一样 超香 第二个问题 几时要穿蛇皮衣去Midnight OK 很多观众朋友们不知道 我是在我是一个住唱歌 然后是在一间叫Austin Midnight的地方唱歌的 Dang 每个星期三五六我都会在那边唱歌 所以你们要听我唱歌的话呢 可以来我们的Austin Midnight 几时穿蛇皮衣去Midnight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穿去的话 你真的敢来吗 Next 下一个Question 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颜值担当 文媚问的 如果你瘦下来了 还会红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到很好 因为其实以前的时候呢 我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干不紅 没有人认识我 唱歌唱了超多年 都没有人认识我 可是 当我发现我越来越胖 越来越胖 那个时候我才55公斤 可是我当我68 69 70的时候 就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了耶 超开心 所以我觉得 可能肥就是我的命水 我就要一直这样肥下去 可是也不要 78 78 是我的极限 OK 78 来 下一个问题 你开心吗 开心啊 我真的开心啊 你告诉我很开心啊 一万个订阅 超开心的 哪一个死胖子可以做到 一万个订阅这样厉害 OK啦 我觉得 Malaysia 欸 Malaysia 很像也没有 女孩子是胖胖的YouTuber 对 就只有我吧 我做到这样成功 一万耶 很surprise 来期待你的新歌 谢谢 下一个 几时到你过母亲节 几时到你过母亲节 没有这样快好吗 没有没有这样快 又来多一个 你几公斤 78 78 78 没有想过要减肥 这个这个太废了 你和Richard关系特别好 有没有想过要和他在一起 我跟Richard就是朋友关系 朋友 我们以前不会在一起 我们今天不会在一起 我们以后也不会在一起 OK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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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在一起 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拍影片 嘖 这东西问到很好 就是很爱眼 超爱眼 然后觉得自己很漂亮 应该要让更多人发现我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美貌 所以我决定就拍影片 给大家知道 这世界上是有一个人的美貌 是可以跟林志玲媲美的 You get it? 下一个 如果这个世界剩下 tomato跟aya 你会选谁 错 我这么要选他们两个 为什么我不会 两个我都不会选 两个我都不会选 OK 两个我都不会 tomato跟aya 不是我猜 不过你们可以选 如果tomato跟aya 你们会选谁 整个不选都猜 哈哈哈 OK啦 我已经选了几个问题了 就这样子 好啦 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 拍更多影片给你们看 所以你们喜欢我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 按赞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为我下次问问题 都会在我的instastory问哦 谢谢 bye